柯北市昨天晚上受被撕台风的侵袭 揭头一片狂风暴雨 看不到行人 车站来往也很清晓 上面的招牌刮热了很多 有些交通灯和电线也都被狂风吹落下来了 柯北市对外的交通几乎完全正洁 晚上九点半以后铁路完全冰断 其他乘客偶大风雨滞留在开战的后车市里 等候着风雨过后 车辆恢复通行 特别是防彩冰军里 一片紧张忙碌的气氛 这些高峡旧升旗 已经到低窝地区准备救援 各区国小就用了商银 从一串年用计增加到一万人 滴水的地区也慢慢的增多 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 是过了台北大桥以后的三重市 三重市最高的最大的马路是重新路 已经完全成为水箱泽国了 只能靠船只通行 也只能涉水而过 水已经过了膝盖了 有不小心的计程车 没有采取预防措施 完全泡在水里面 这辆计程车可以说已经爆销了 三重市行驶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区 但是今天完全被泡在水里面 平常最热闹的摊贩 贩卖的场所 今天已经完全歇视了 也完全被水所泡了 也完全被水所泡了 最可怜的还是小动物 这只比较幸运的小羊 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车顶上面去 而幸免于难 但是他现在还等待着救援 到了三重市的正义北路 水间的更深 这条路的水完全过了腰了 走的行人也非常的少 都是靠橡皮品来划过去 路两旁的房屋上面的人都没有办法出来 他们等待着给他们食物 因为很多户人家都早已经储存了粮食 必须要等待水退以后 才能够从他们的家里面出来 才能够重新整理他们的房屋 正义北路完全成了一条正义大河了 台北市绝大多数的地区 由于台风的影响都已经停电了 而且在短时间之内还很难能够恢复供电 但是在罗斯福路台湾大学附近 到今天中午12点为止 这里的路灯还是通明的 在台风气候之下 路灯能够24小时都燃亮 恐怕台北市只有罗斯福路这个地带 才是如此 台风已经过去了 但是雨还没有变 现在连树烟都不会动一下 在台湾上 经过了一整夜的 狂风暴雨 风吹水打 台北市不知道 倒下了多少漂亮的树木 经过了一夜 台风的吹残以后 这些树木现在静止下来了 也好像静止下来了 等待着复原的工作 复原的工作 谁不知道要经过多久的时间 才能够完全回复常态 台北中山国际机场 在这一次台风过后 除了一些小的沾汗之外 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但是由于草稻 受到金融合体的倒灌 今天上午都有水水 东边大约有七百多尺 而西边大约有两千尺 水水都在一公尺左右 国内和国外的班机 今年上午都暂时停飞 下午四年开始 由于清水渐退 机场已经开放 世界航空的一家 727班机 以及韩国空军的一架 飞机都已经降落 至于国内班机 要到明天才能够挥持更长 为了抢救受损的电力 台湾电力公司已经偷到了 东南部地区的地区人员 北上中原 目前正在不停的贸易的 权力抢救中 台建说 目前本省东南和东部 大部分的地区 供电正常 而基隆 宜兰 由于台湾的关系 破坏很重 所以这两个地区 在今天夜里 可能只能恢复到 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重点 而台北市 到今天五月 可能会恢复到 百分之六十地区 恢复重点 今天台北市的街头上 到处可以看到 拯救电线的人员 这时台湾的群角越过 给台北地区带来最大的灾害 就是激水 最厉害的地方 水深达到两公尺 漂亮的轮子 都被水清没了 就剩下空空的车顶 在水中调头张望 平常用于之地的相机品 这时却从了天之胶子 马路两旁 楼上市民 就有高高的眺望的远处 面带投荣 望水兴叹 市中心区的 台北火车站 南京路路五段 以及很多地方的 激水都相当的深 新江街一带 成了一片汪洋 中山北路 建军分队 以小型的相机品 伸出慈祥的元首 就是被水文库的灾民 使他们苦力了 这场来得很快的天灾 有不少新建中的大楼 自作的阴下 不可抗计的被 强风吹落的 击零八落 所幸的 垮下来的时间是 在强风暴雨的午夜 并没有 商机过路的行人 有很多电线感 经不起强风的肆虐 其他人 像标型大汉一样的 站在路旁 或者公民建立 使人们带来 无限的光明 而雨冰 却倒在马路的中间 挡住了通行的车辆 通断了限制的交通 在北京的中间 在北京的中间 海外的地方 也有很多 海外的地方 在北京的中间 也有很多 海外的地方 對自動的緣度一顆一顆的右舟肌體腰來 颱風雖然厲害 但是穩定正天的信心裡面 各地都將很快的重建起來 由於強烈颱風被失的興起 一龍市中山區和平裡的一些 不太堅固的房屋都已經被關於清潔了 這個地方也就是中山山路145號、147號和149號 在這次的風災當中 一龍市一共有兩個人死亡 同時有兩個人受到重張 這次被死颱風已經過去了 但是它所造成的全省各地的災害情形怎麼樣 這次被死颱風在全省災害來講 到目前為止 一共死亡的有二十個人 這個死亡的兩個人 死亡的只有十九個人 死亡的只有十九個人 死亡的只有十三個人 在這個傷亡的當中 同時在北部 在這個臺北市 西龍、伊蘭、草原 會去做 這個死亡 當然是 所辦比較國際來講 那還是比較輕微的 同時在這個災情的 這個其他的災情方面 這次是最厲害的一個是電力 因為這次這個電力 差不多北部顯示 在昨天晚上 十點鐘以後 大部分 這個都已經是 韓部 這個是 電力已經不斷了 其次呢 就是這個農田水利 農田 最重的是 東府 台中線 南投 這個是 這個是 在相交方面 比南部 為最嚴重 這個 同時 這個 我們 由於這一次 這個是 大家 這個 老百姓 都非常合作了 所以因此 所以 上來看 比較起來 還是 不是太極遠 所以 這個 國際不是太極嚴重 這次 颱風 所以這個 比較 國際 輕微 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 當這個 這一次 颱風 颱風來臨的時候 氣象機 發布了海上陸上警報以後 傳播的 軍民 大家都 非常 重視這個事情 尤其政府 高級長官 一再地 忽略 而我們 這個 十三三位 當 接到這個 陸上警報發布之後 我們除了 零次 我們各縣市 經濟 都 這個 防災的 作戰的部署之外 甚至 由於 這個 這個 軍方 以及 這個 有關單位 這個 團力的合作了 所以 使得這一次 這個 災害了 減少到 這個 這個 好 希望 我們今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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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 希望能夠 多做一份 準備 少做 少有一份 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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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